大家好,前一段时间我们天天在里忽悠李鹏 六四的屠夫李鹏的儿子李小鹏的各种谣言 这孙子说自己正在曾庆红的支持下 准备重返中南海去当总理 把这个李强给干下来 这个东西很多人还信 其实我虽然说我是不信的 你呀孙子现在都不是中央委员了 那你怎么重返中南海吧 谁搭理你呀 是不是 包子李这个防火防盗防红二代 因为包子李心里特明白啊 真正能够动他的只有这个红二代 其他人动不了他 因为不管是改开派还是知识分子还是什么的 只要你现在人在中国混的 不管你是汪洋李克强还是胡锦涛 还是朱镕基还是谁谁谁谁谁 他们都认为这个中国共产党 军华移民共和国共产党 那是共产党的江山 这是他们的共识 你明白吗 一定要明白啊 为什么这个汪洋李克强联机不到 李源潮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联机不到 就甘心甘情愿去退休呢 是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你这个这个国家 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些那些个的东西 那是共产党的天下 你记得包子李不断的阐述这样的概念吗 我打天下我他妈做天下 这句话以为他是说给你听的吗 说给我听的吗 他是说给共产党那些高层的官僚听的 说给中南海的常委们听的 就说你们他妈的别跟我啰嗦 这是我的父被打下来的天下 我习近平作为红二代 我来做这个天下 那是你所应当 你别没你说话的空间 已经让你做到总理了 做到政协主席了 做到总书记了 你可以了 你赶紧回去养老去 抱孙子去 别他妈废话 这是我的天下行吗 所以共产党中国 他为什么敢搞成这样 细胞子为什么搞成这样 大家一定是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的前提 一定要明白 我们看这个什么 中国的事情 你一定要明白 一定要心里有个东西 什么事情 他之所以能够搞成 他一定是有一个逻辑大前提的 这个细胞子这么巴王 撸袖子这么的打破中共的制度体系 完了以后要连任 三任四任五任六任 他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 就是每个人都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是共产党的天下 他们是打江山做江山 让你能够在里面能够分一杯羹 吃点喝点用点操点就可以了 你还想那么多干嘛 这是他们的哪一打不动的逻辑前提 这个前提他是从邓耀平的时候就出 就开始形成的 以前这个年轻人不知道 就四项基本原则 哪一打不动 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条就是绝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绝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话和今天的细胞子打江山做江山 做江山他有谋的区别 他没有区别明白吧 所以这个现在习近平坐稳了江山 所以你现在看共产党的事情 你动习近平是不可能的 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李小鹏的那些话 因为李小鹏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 他就是他从来没有挑战习近平 习主席是他大哥是吧 习主席是绝对的打江山做江山的 他们都是红二代 所以他们的真正的斗争的焦点 不在于李小鹏挑战习近平 你看到当年的郭文贵都是这么干的 郭文贵他从来不挑战习近平 习主席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回中国我一定效全马之劳 都这么干的 对吧 他挑战的是王岐山 王岐山你又不是红二代 王岐山你是人家的女婿 不是人家的儿子 他是这么来的 他东西都是有套路的 你要看准这个东西 然后你才能读懂中国共产党这个流氓组织 所以你就不知道习近平在打江山做江山 这么一个逻辑大潜力的情况下 他呀该有多自信 他谁都看不起 所以你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内斗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个对那些个草根人物的内斗 真的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讲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太监总理李强嘛 李强就是一个草根嘛 李强就是习主席就赏他一口饭吃嘛 是吧 我给你一口饭吃 你为我干点活就这样子的 草根总理 他是这么来的 所以呢最近这几天突然出现了很多 很多关于这个李强太监总理李强的各种这个家里的事情 称之为家庭丑闻吧 所以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 说应该是李小鹏这个孙子给放出来的 因为他特别想取代这个位置 所以虽然习近平不可能让李小鹏真的做总理 但是李小鹏是红二代的一丸 他肯定他打不过习包子 他还打不过你李强 是不是所以不断的释放李强的丑闻 说明土宏的内斗真的又升级了 习包子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不保 你明白吧 讲了好多这个李强的事情 说李强的妻子老婆叫林桓 是不是啊 说李强的闺女儿叫李颖 哎 说这个说这个什么 说这个他老婆啊 有巨大的这个镇商关系的操作能力啊 牛逼轰轰的 你明白吧 说说这些年这个什么 好多这个重大的公司啊 都是被这个李强的总理 他的老婆控制的 比如说他像什么什么 也因为他是从温州这边出来的 还没有介入到北京嘛 突然去北京了嘛 现在看起来还也牛逼的啊 这个比如说有个叫快运公司 叫运达 其实也是李强的老婆的 说是这个圆通的公司也是他的 和恒店集团也是他们家的 说这个迪安的就体检公司也是他们家的 还有一个什么叫 Ui贝集团也是他们家的 说任何软件也是他们家的 说这个图牛女游网也是他们家的 说金岭饭店也是他们家的 牛逼轰轰的有钱的呢 说中国邮政浙江分公司也是他们家的 说这个义务整个义务的这个小商品市场也是他们家的 说这个浙江的物流 意义上超市也是他们家的 说这个徐州东方集团 浙江的百城集团都是他们家的 所以他有庞大的产业都是在浙江这边 这不是挺有道理的吗 说他一直在浙江嘛 现在当总理呢 事就越搞越大了啊 还说他老婆呢 一直是这个跟中国的一线企业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是这个李强的老婆劝马云回中国的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说这个习近平为什么让李强做总理呢 是因为李强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 叫李颖 这个李颖呢是习近平的干女儿啊 干女儿干女儿 先喊干爹呗 然后被爹干呗 就这个意思啊 说明说明李强的女儿原来是习近平的这个滚床单的伙伴 这个东西蛮精彩的啊 蛮精彩的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还说这个为什么习近平对李强也不是很信任呢 就是因为习近平不喜欢马云 但是马云的老 马云呢和李强的老婆的关系很好啊 所以呢 习近平知道这个事情说李强是一个气管炎 啊说李强的家里是被他老婆控制的 他不像习近平 习近平在家里是一眼九鼎 是不是彭丽媛不行 是吧 所以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李强的家产呢大概有多少呢 有这个800亿人民币 多也不多少也不少啊 跟其他的人比起来说不怎么多 但是你要知道他刚刚开始当总理 以后还要搞很多的钱 是吧 说这个李强的老婆为什么和这个马云关系好呢 是因为这个马云金服 李强在里面也占了很大的股份 还有之前的浙江省的杭州市的市委书记周江勇 他们都是一伙的 还有这个核酸检测啊 也是这个李强搞起来的 是吧 也搞了很多钱 各种 说这个包括之前的什么抗日神剧 都是李强搞起来的 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什么呢 就是李强的老婆和李强的闺女儿 尤其他闺女儿不得了的事情 闺女儿呢是很漂亮是吧 这个小巧玲珑的 一看就去讨人喜欢是吧 但是他闺女儿呢 嫁了一个英国的一个哥们儿是吧 完了以后呢 是一个养女婿 对于李强家里有个养女婿 同时呢 他闺女儿又是习包子的这个干女儿 所以这个人情况非常的复杂 所以现在李小鹏呢 认为李强是一个间谍 因为他老婆有可能是个间谍 尤其他女儿 你想想天天跟外国人睡觉 多少国家机密通过床 床上通过枕头风是吧 都给释放出去了 你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李强的女儿早就已经结婚了 但是他女婿是谁呢 没有人知道我告诉你啊 他的女婿是一个外国人 是英国人牛逼轰轰的啊 所以他女儿是搞建筑设计的 可牛逼了啊 所以中国很多个牛逼轰轰的建筑 的设计都是这个什么 都是这个 李强的闺女儿在那里搞的啊 挺有意思的啊 还说这个李强和 反正关系非常复杂 李强这个人可不简单 他能够做到总理这个分上 他是通过老婆的这个 叫做公共关系 他老婆是公共关系大师啊 通过他的女儿的美色 然后上位的 不得了的事情啊 他说这个 现在基本上是高层都知道 李强的女儿是个大看点 即使他 一方面呢是嫁给了一个外国人 一方面是细胞子的干女儿 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李小鹏呢 想替代李强做总理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吧 因为细胞子他是干女儿 李小鹏 李鹏家里的那个那个 他你的妹妹叫你什么李小林 什么人脑猪黄也不好看 而且傻不垃圾的 人家习主席看不上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很复杂 就是有人呢就开始在习主席身边 就是山山阴峰点鬼火 说这个李强有可能是一间谍 即便李强不是间谍 他女儿肯定是间谍 可是你说他女儿呢 习主席不高兴 是吧 这就说明一个情况啊 就吐中国中南海的内斗又升级了 各个方面的泼脏水 是不是 带节奏 人人都搞 所以现在基本上 吐红中国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叫板习近平了 习近平真的很牛逼 但是呢 不代表习近平就很太平 你会发现 习近平当上了皇上以后 以为天下就太平了 权力就坐稳了 但是没想到 他的下面的各路太监 一个一个的互相撕咬 他的人事布局不是越来越稳定 而是越来越不稳定 你看懂这个事情 你就看懂土工中南海的内幕 谢谢